从目前NVIDIA所公布的30系显卡来看 除了RTX3060有升级版的3060Ti以外 RTX3070和3080均没有更新替代的产品 但这并不代表老黄就没有推出相应显卡的计划 而此前我们已经知道RTX3080Ti将会于4月底正式公布 但现在关于RTX3070Ti的部分消息也浮出了水面 预计将拥有8GB的显存 并且将于5月公布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根据此前的消息来看 所以前部RTX3070与RTX3080之间空缺的3070Ti 原本是定于去年12月正式推出的 但是由于受限于三星8nm产业的良品率问题 NVIDIA方面不得不将其延期 然而最近随着产能的日益恢复 PE导客又将其提上了日程 并且还将带来诸多改变 具体来看RTX3070Ti将会持有相比3070升级版的 接于104400核心打造 预计会拥有48组GPU集群 6144个扩大核心 并将配备多大48组的光智单元和192个张量内核 整卡功耗大约为300W 但比较遗憾的是 此前公布的16GBGDDR6显存将会不复存在 12代之的将会是目前和RTX3070一样的8GB 但为了保证应有的性能表现 RTX3070Ti的显存规格会从原本的GDDR6升级为GDDR6X 位宽也会增加至256bit 除此之外 为了进一步限制矿工封抢和确保供货稳定 RTX3070Ti同样会采用和3060一样的限制措施 即出厂减慢挖矿算力 但由于目前OVIDIA官方已经公布了限制挖矿算力的破阶补丁 所以这项措施应该也只是表面功夫 并没有什么卵用 至于RTX3070Ti将会有最高的性能表现 目前考虑到其酷大核心和移动端的RTX3080一样 那么它的整体性能可能会比桌面端的3080低个20%左右 当然肯定会比RTX3070要强而不少 最后是价格方面 从目前各大供应链透露的消息来看 由于全球芯片短缺以及核心原材料的供应紧张 所以制造成本相比于之前将会有小幅上涨 那么RTX3070Ti的售价预计会是599美元起 并且将于5月底正式推出 与此同时 NVIDIA此前所表示的专门用于挖矿的显卡CMP系列 现已正式上市电商平台 但其仅有1660Super的性能 26丑核心每秒的挖矿算力 却要卖到815美元 这对于矿工来说显然是亏本的买卖 所以国内能不能买到3070Ti 现在来看大概率还是会耍猴 究其原因除了奸商黄牛疯狂加价以外 矿工的需求确实远大于普通玩家 所以各位等等党们 还是老老实实地用着亮镜卡吧 毕竟总有一天 30起钱垮会落入你的怀抱的 那如果还想留意更多引擎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Key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本下期再见